我是鼻子小,我是二十五屆的學習校友 那我把現在大家,我比較總結一下好了 把它簡單的總結一下,其實我們把 首先講成家的事情,成家的事情 我們先講捐帝其實是假的 很簡單講,他民國是十三年創下 為什麼到五十九年我們才達到 捐帝的捐獻證明 那中間再到七分 如果是創效要捐獻,他有經過二十年才拿到的 土地捐帳證明,而且他那個時候說五十九年六十二年 他是說五千萬,那時候四十三年的時候 他是到底是拿到多少,那個土地的價值是多少錢 根本不到幾十萬,是這樣子 一下子被膨脹了十幾年以後 二十年以後變成五千萬,就說他捐了五千萬 這是很可憐的一件事情 所以再說了,其實成績算沒有捐帝 其實以後講的時候是電容新學捐帝 不是起專心學捐帝 我們一定要更正這一點,他根本沒捐 那捐捐的部分其實 學校的所有的經費 他以前跟杜春明創辦人 鬧得最不會愉快的事情就是 把他的學校的錢拿到他的家裡的私庫去了 拿到公司,把學校的經費 如何用到那個 他自己的公司的錢裡面去運用 這個是最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呢,他到底有沒有捐多少錢 好像從來都沒有想清楚 還有,從各種立案來發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現 他沒有捐錢,但是他從學校挖錢 他是根的 用各種權力,用各種方式 就是我想,那個 36G裡面可以用的各種機器 他大概都用過了 只是,如果我們一樣一樣來分析 你就可以發現說他真的全部都用軟 而且還繼續不斷分在挖錢 然後講到校地的問題的時候 校地其實一直在講 我們學校,我再講一次 就是學校的學校 當初他把學校化分成 在校區裡面 那個已經是學校用地了 雖然他裡面 那個南河區裡面的自己人裡面 還有的用地是 但是他是學校用地 結果他把學校用地 跟我們在外面的商業用地來交換 然後用公告地 他也說他是堅信的 那個學校用地是不能變更的 只能做學校用 他把他自己不能變更的用地 去拿來給學校 然後再把外面 我們學校本身的可以用的商業用地 還有公告地這樣買回來 還有這種事情嗎 如果這種事情 他從中間牟利多少 我想從這裡 這幾年的土地變化 都是非常明確的可以知道 還有教那個 這些其實我們裡面 我們研究了那麼多法律的人 最主要是私校法真的要改 私校法裡面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學校的董事會的權力太大 董事會的權力大到是說 我董事會是由什麼人組成 我可以繼續連任 而且我選的董事是我現有的董事裡面 在一區已經選出我要的人 所以怎麼選來選去 都是他的人啊 十個人 增加十五個人還是他的人 而選 學校的校長是經過董事會來選的 那學校的校長選出來的那個不是他的奴才 他還不用 等到真的其實前幾任這些校長的時候 都事實上都沒有發現是 我本來是要做為學校做很多事情的 後來他發現說 董事會一直一直在跟他施壓 要他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為什麼立任校長 到後來都不願意再去聽從那個董事會的派任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私校法這一定要改 如果私校法的這個 這個環節不去改 因為你看我們的私校一定都沒有前途的 好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像現在的代理校長 其實代理校長很簡單啊 代理校長他現在用的學校的章程 做代理校長 那個是司法 其實那個司法是不對的 而且你去詳細的研究 那個是學校的代理校長 是學校在校長出缺的時候適用 但是私校法的第42條 那是公法 公法就是說你真的學校選不出校長 而且在沒有辦法適用那個因故出缺的條件的時候 教育機關主管機關應該直接派任 好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做了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來個疑犀 就是表示說正知道了 這是不是這樣嗎 正知道了這件事情 所以 我 我們應該啊 好好的去 就像說我們幾個學長這樣 這一次 那個代理校長要上任 我們 當然不能拿出去 但是我可以拿板子去摔他的地板 大聲一點 如果願意的話 理事長 我們大家來啦 那天如果台要上任的時候 大家照一張 大家拿本子去摔 不要摔的人就好了 摔地上 大家去再炒一次沒有關係 真的是要激烈的去抗爭 不要再用那種 什麼養理性啊 手法 其實真的是 我的做法就叫土匪 這不是很手法 謝謝 是的 有